嗯 那边有个好奇怪的狂洞啊 过去翘翘 甚计狂洞 停上去好像很厉害了 嘿嘿 我要走打运喽 嗯 这都走倒地了 害啥都没喽 哑了 看来我被刷了 嗯 告示拍 哦呦 那个矿洞好像很厉害呗 进去探索一下吧 呃 空空如也 张慧 上面好散啊 哇 天花板上面全是汽油矿石 原来这才是它真正的秘密嘛 啥也别说了 赶紧回去拿糕子 宝石们 我史蒂夫又回来了 嗯 嗯 呃 太高了瓦不道 呜呜呜 看得到却瓦不道 我好难搜啊 大家好 我是mumi 刚刚去了一趟隔壁村 正会正准备回家呢 嗯 神级矿洞 里面好像有不少好东西呢 进去瞧瞧 哇 天花板上面好多宝石啊 看来我走大狱了呢 呵呵呵呵呵 不过凭我的身高 是肯定忘不到的 去砍点木头用来垫脚吧 哦 哦 哦 木头来咯 不多 wellbeing 直接堆上去 我去 我的木头呢 怎么不见了 我去 我的木头呢 怎么不见了 僵尸 不要过来啊 corpo ensl Lithium 哦 呜呜 那个僵尸是这个矿洞的裁判吗 真陰险啊 不能垫脚的话 那么高的矿石 谁能挖到啊 我还是放弃吧 等等 那不是魔法师吗 他好像在寻求帮助 我没有看错吧 完成他的三个任务 就能获得一把家常稿子 我真是太幸运了 第一个任务是炸房子 在这个我在行 几个天天下去 直接把这个破房子 移为平地 魔法师 你的任务我完成了 不错不错 第二个任务是种树 在房子边上种树一片森林 没问题 只要有骨粉 一切都好说 呼 终于搞定了 你验收一下 妈妈不呼吗 最后帮我把那个坑 变成一口池塘 原来是想做鱼塘啊 早说吗 等着吧 魔法师 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了 请给我奖励 不错不错 来 这把超常稿子是你的了 嘿嘿 嘿嘿 有了它 我就能挖宝石矿了 好期待啊 这次总不会有僵尸来打扰我了吧 不要把他们全部挖光 发财喽 哈哈哈哈 你可以复原来打扰我吧 好 我可以上车被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